怎麼多久時間可以來護牆 這個我要安排一下 我會討論大家 請你儘快 因為最近 你怕說多檔餘 住戶們想要確認 這棟大約16戶的公寓結構 有沒有安全問題 因為最近地震多讓人擔心 基隆市七滸區 重置街27向28號公寓旁邊道路 前陣子不明原因 突然出現一個汽車輪胎大的坑洞 再加上緊鄰房子接縫處 出現裂縫 當地里長河住戶懷疑 是市政府公務處 失作污水下水道工程造成 又因為最近幾天地震頻傳 讓居民更加擔心 市政府主管單位公務處河川水利科長也親自到現場 拿出施工前後照片比對說明表示 坑洞和裂縫都跟市政府的工程沒有關係 但是基於道義 坑洞跟裂縫處會協助填食 所以為什麼我都可以很斷然來說影響 對你們結構影響不大 因為你們的地下室絕對比我還高 完整的結構體絕對比我還高 所以不會影響到敵人的結構 忙我們可以幫忙 沒有說不能幫 但是我覺得說要釐清 不要說我們的廠商幫大家修好了 最後還是說是市政府惹著禍 所以請來修這個 這個我們要先講清楚 我覺得這個修道義上我們會幫忙 到現場關心參加會看的基隆市議員 張耿輝和議長蔡旺蓮秘書 都要求公務處務必做好施工路面復原 以及答應居民會協助修補的地方 工程鋪好一點 至少說以前恢復到人家以前的榮景 這鋪得平平的對不對 想說不要說回饋或什麼 直接就不會讓人買錢 不要說在那裡也要操作 第三點現在現有的有坑洞的話 協助他們 我們不要講什麼擬金誰的責任 誰不責任還是說以前的事情 就是馬上現有的 馬上給他抹平 給他補強 把他固定起來 不然到時候這個都是在義道義徵 跟地震的話這不得了 道路方面的工程已經結束了 所以各位出貨不用擔心 你們看之前不是有洞對不對 但是也是阿嘎地長也知道 也是我請市府 議長在那邊請市府這邊 盡量盡快去收尾 所以你們進行的就不用擔心 那剩下指正接管官的部分 所以以上跟大家報告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這個會幹也是 議長第一時間請科長主辦的 所以請各位住戶不用擔心 我們一定會注重你們的安全 住戶也反映公寓地下室有積水的狀況 疑似從裂縫勝進去 公務處科長也貼心地跟民眾下去 協助查看以下可能的原因 希望讓居民安心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我們要到